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红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获得意大利西耶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间 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7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魏赛节纪念活动 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卢君洪台长新系新加坡佛友 再次来到新加坡与大家结缘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感恩卢君洪台长慈悲无畏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新加坡 以及世界各国的法师们 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博友敬献的鲜花 祝你来自新加坡与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间智慧菩提物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感恩各位家宾 发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大家好 大将很高兴 再次来到我们美丽的花园国度新加坡 新加坡的人民友好善良 佛缘深厚 新加坡的风景优美 拥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是全球是最适合居住的国家之一 今天能够在此弘扬佛法传承中华文化 希望我们新加坡的佛友与观世音菩萨广结善缘 佛光普照 礼苦得乐 在这里也慰问 我们还有近一万的在分会场看视频的佛友们 也是祝福你们 根据联合国卫生署统计 世界上每一天有17万人死亡 每一天 全世界有3亿5000万人患有忧郁症 忧郁症引起的自杀 每年是100万人 到2030年 忧郁症将成为世界的第一大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现在的新加坡人 平均的寿命达到了83岁 进入了世界最长寿之列 但晚年 新加坡人平均有8年 会在病痛当中度过 因为每10个人当中 就会有一人心理有健康问题 最常见的就是忧郁症 强迫症 还有痴呆症 现代人 崇畅的是物质享受 却完全忽略了 我们人应该拥有的精神上的充实 所以带来了太多的心灵扭曲 贪欲 称恨 嫉妒 怀疑 如同毒素般 残害着我们的心灵 在澳大利亚 有一名男子 为了可以在遥望海景的地区 盖一座属于自己的大房子 他结衣 数十三年 导致自己患上了忧郁症 最后房子没有盖成 他带着四岁和九个月大的两个孩子 开了吉普车 冲入了大海 命上海底 去年十月 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音乐节上 六十四岁的史蒂文 在宾馆的三十二层楼 居然向楼下三万多名音乐节的观众 扫射了十五分钟 打死了五十九人 受伤五百二十七人 据说他就是忧郁症 学佛的人就是要想通 学佛的人就是要想明白 开悟才能去除 我们人的心中的烦恼和忧郁 人的命就在呼吸之间 学佛就是要懂得人生苦空无常 我们每个人来到了这个世界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留下的只是一生的遗憾和悔恨 学佛就是在激活我们的慧命 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如过眼云烟 对于大千世界来说 我们人非常的渺小 只是一粒微尘要学会放下 一滴水怎么样能够才让他不干枯呢 只有把他放入大海 一个人怎么样才能解脱痛苦呢 只有将你的心融入佛的智慧 你才会获得解脱 我们对人间的一切太执着 只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在古印度 有一个国王 他叫嘎拿日巴 他和皇妃的感情特别特别的好 多年来 两个人两情相悦 难舍难分 有一天 国王突发奇想 他想考验一下 王妃对自己的感情有多深 他就让贴身仆人 谎称国王被老虎吃掉了 自己躲在皇宫的花园里 观察皇妃的反应 这个王妃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五脏俱焚 伤心过度 当下就弃绝身亡 国王见此 肝肠寸断 悔不当初 把皇妃的尸体 背到了尸陀陵 终日守护在边上 寸步不离 一边痛哭 一边深情地呼唤 皇妃的名字 瓦邦嘎那 尸体 慢慢地开始腐烂了 变成了白骨 白骨又渐渐地疯化 但他始终没有离开 就这样 他在斯陀陵守护着皇妃的尸体 八年 后来 有一位法师的师父想救度他 他捧着一个非常珍贵的瓦罐 到了斯陀陵 他看见国王 然后慢慢走过去 有意地在国王的附近 把手一松瓦罐 掉在了地上 摔成了一堆碎片 法师装成非常伤心悦局的样子 一边哭喊 一边叫着 瓦罐啊 瓦罐啊 国王见后 忍无可忍 暂时停止地对王妃的思念和呼唤 走过去劝他 喂 你这个人真的很蠢啊 瓦罐破了 值得你这么伤心吗 难道他会永远不睡 你再找一个瓦罐 不就完了吗 法师反过来说 你这个人比我更笨了 我的瓦罐碎了 至少还有碎片 你的王碑 现在连灰尘都不见了 你还在这里痛苦不堪啊 国王如梦初醒 顿然明白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没有长久的 进而 对法师升起信心 请求他 射受自己 后来 在法师的教化下 他完全证悟了 佛的本性 成为了一个 大成就圣人 到处去 教化众生 我们现代人 对感情的贪质 特别的可怕 现在是 开始对世界上的一切 拼命的求 能够求到之后 又怕失去 所以要学习 所以要学习佛法的观行无常 才能克服自己的贪心贪念 学佛人 要学会 想通放下 珍惜你今天 还拥有的 你要感恩别人给你带来的一切幸福和快乐 你要宽容你周围的朋友 凡事退一步海阔天空 每天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常驻心间 你能化解一切人间的烦恼和灾难 你才能在人间得到真正的般若和快乐 有一位刚学会念一句 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心佛游 她早上起来 发现家里停电了 没有热水洗澡 又不能吹头发 也不能刷牙 不能热牛奶烤面包 吵吵地打理一下 这个女孩子就出门了 刚走到电梯 邻居家的小狗一下子扑进来 在她身上 铺了两个狗爪印 这是她上个星期刚买的白长裙上 开车的时候被警察拦住 才想起今天是现行罚了一百多 到了公司晚了十几分钟 又被罚了五十 冲进会议室开例会 老板正在宣布工作调整的名单 她的业务居然被无故暂停 她的职位被一个不学无数 懒人所取代 午餐时间所有的人都闹哄哄的要新主任请客 一窝蜂的笑着出门 没有人叫她 她一个人去的餐厅 刚把一口饭送到嘴里 重要的客户打了一个电话进来 对方取消了金额最大的一笔订单 年底的奖金全部没有了 她看着午餐发呆 没有半点胃口 刚回到公司 电话响起 妈妈在电话内端 非常的伤心说 姥姥的病又发了 可能熬不过这个月 她安慰着妈妈 丝毫不敢提及自己的工作变动 只说一定我会尽快地去看看姥姥 放下电话 短信声音响起 居然是断断续续谈了五年恋爱的男友 短信上面写着 嗨 我要结婚了 她的心里非常的难过 傍晚 她站在路边 等着打车回家 每位司机听到她要去的地方 都不肯去 无奈 她踩着高跟鞋 拎着沉重的电脑包 向家的方向走去 脚磨出了血泡 实在走不动了 太痛了 就蹲下身揉着自己的伤口 她的眼泪 在一瞬间夺旷而出 这时候她才想起 同事有度她念经 她嘴巴里念着观世音菩萨 但现实还是充满的悲伤 对她来说 人间充满的失望 沮丧 困惑和挣扎 甚至绝望 人在绝望当中 难免会对世界产生不信任 并对自己产生忧郁 她念了108遍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站起来擦干眼泪 摇晃着继续向前走 走到下一个路口 有一辆汽车 终于停下来 她报了地址 司机和气地说 这么巧 我们住同一个小区 小姑娘 你走得辛苦 我正好收工 免费送你回家 她连声道谢上了车 电话铃响起 客户在另一端说 虽然我们取消了订单 可是我们对你的敬业态度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 就问她 你是否对我们公司的新岗位感兴趣 如果你愿意跳到他们的公司 薪水涨一倍 职务也提升 对方说 其实我们已经在等你辞职 等了很久很久了 她惊喜地说谢谢 心情突然开朗起来 于是顺手给暗恋五年的对象 回了一个短信 说祝你幸福 手机 手机迎屏闪亮 原来是她发来的回复 上面写着 今天我跟你妈妈通了电话 我们这周末一起回家看姥姥 她惊意地回信 为什么你要陪我回家 看我的姥姥 她发来一个笑脸说 如果不是想让姥姥的病早点好 让姥姥开心 我不会向你提早求婚的 她简直不敢相信那一行话 张大了嘴巴 手足无措 她眼圈一下子红了 一路抿着嘴笑 回到家 拿出钥匙 邻居家的门先开了 邻居笑眯眯地说 哎 我们今天遛狗回来 发现你家的电闸坏了 就叫我老公帮你修好了 在她的背后 那只小狗探出头来 汪汪地笑了两声 欢快地摇着尾巴 她推开了家门 念了一句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所有的修行都会有一个结果 所有的果却未必都马上会有你的种下的因 所以好好念经 要耐心等待 栽什么树 结什么果 修行 最重要的是 只管根源 不问收获 我们 应要懂果 守得出使心 等待善果的来临 记住了 你种下去的 它一定会长出来 修行人要随时随缘 随喜要随遇而安 我们人间的福气 不要让它在年轻的时候就去享受掉 因为福靠行善来储存的 并且福气一经享用会销售的很快 所以很多人拼命的在使用自己的福气 过去别人说叫消福消瘦 我们很多人夫妻两个经常的 一直在一起 不觉得太太对你这么好 整天的要骂就骂 要讲就讲 任性惯了 一旦太太给你的福分用完了 可能你也就会落得非常悲惨的遭遇 就在上个月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一对老夫妻已经结婚四十年 男的六十七岁 女的六十二岁 妻子一直非常呵护自己的先生 要什么给什么 福报可能他们两个用尽了 就在先生又要求妻子陪他旅行的时候 他的妻子说我不愿意 他的先生居然拿出枪 连开两枪在他的头部 让他的太太死亡 所以我们人不要不懂福气 再多的福也会用尽 所以知足常乐 要珍惜佛缘 珍惜你身边的人 给你带来的任何的 任何的因缘和善缘 记住了 很多人说我们求佛之后 为什么不灵呢 学佛不是在灵验后才去学 而是在你坚持学佛之后 他才会灵验的 人有压力 人有压力是别人比你努力 人有大压力 那是成功的人依然还在努力 所以我们学佛人的努力 不一定马上成功 不成功 并不是永远不会成功 而是正在种植你成功的种子 一个幽默讲人的一生 我们人从小生出十岁前 被迫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学习画画 学习音乐等 多数是为了父母的面子和期望 那这是看你的智力 二十岁 死肯堆积庐山的书籍 应付多如牛毛的考试 那是看你的凑合力 三十岁 到处去投简历 着急找不到工作 那是看学历 四十岁 为了买车贷款 变车奴 买房子变房奴 那是看你的支撑力 五十岁 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操心 省吃俭用 努力存钱 那是看你的精力 拼你的体力 六十岁 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 却发现 马上要退休了 又开始担忧 退休后怎么办 要看日历 七十岁 花费大部分的精力 来养生 却发现 还要养外孙 拼耐力 看皇力 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浑身病痛 不能走动 天天看着病例 临死前 发现 原来买一块木地 都贵得要死 一气一下 最后 看舍利 不要把一些快乐 在人间当成那是永久的快乐 也不要把自己的痛苦 当成那是永远不会解决的痛苦 爱迪生 在小的时候 他总是在学校里 问老师一些 比较离奇的问题 让那些老师回答不出 但这并非是他的傲慢 而是他天生的聪颖智慧 有一天 爱迪生放学回家 老师给了他一张纸条 信封封好 叫他交给他的妈妈 结果他回到家 交给了他的母亲 妈妈把信打开 之后 妈妈看着 一边看 一边流泪 爱迪生看见 他的妈妈流泪了 就问 妈妈 老师说什么 于是妈妈大声地念给孩子听 老师说 你的孩子是个天才 这个学校对他来说太小了 我们找不出更好的老师 可以训练和培养你的孩子 请你自己教导他 在爱迪生成为世纪天才之后 也就是他母亲过世很多年之后 有一天 爱迪生无意之间 在贵处里看到了当年老师给妈妈的那封信 他打开一看 他打开一看 原来 原来 纸条上 并不是他妈妈告诉他的 是这么写的 你的孩子 有智力上的缺陷 我们不能让他继续留在学校就读 他被正式退学了 看完信之后 爱迪生的心情非常难过 但非常的激动 他在日记上这么写着 爱迪生是个有智力缺陷的小孩 但是他的母亲让他成为了世纪的天才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多讲正面鼓励的话 能够帮助改变别人的命运 人间遭遇这么多的都是暂时的现象而已 而我们有些学佛人动不动就指责别人 你着魔了 你要下地狱 其实这些不会给他带来正面的能量 我们要脱离凡夫的所为 平时多多的学佛 多多的帮助别人 管理好自己的内心 面对人生的苦难 和人生的名利观 情观 生死观 要正面的去想 知足 无常 懂得放下 在学佛人的境界当中 这个世界一切都会改变 没有绝对的事情 想得通 想不通 只在你一念之间 任何事情发生了 要学着孔老夫子所讲的 中庸之道 不偏不疑 不偏不疑 许愿放生念经 从人生的惊涛骇浪当中 回到你心中宁静的港湾啊 有一位老和尚 他凡是遇到居士想出家 他必定要安排那些居士 去做一个事情 就是扫地 过了些时辰 这个居士来禀报 师父 我地扫好了 师父问 扫干净了吗 居士回答 师父 我扫干净了 师父不放心 你真的扫干净了吗 居士想想 我真的扫干净了 这时候 师父突然 沉下脸说 好了 你可以回家了 居士很奇怪 师父 我要出家 你为什么不收我 让我回家呢 是的 我不能收你 白白手 居士只好回家 不明白 这师父 为什么不去检查检查 他扫得干净不干净 原来 这位师父 事先在屋子的 这个鸡脚嘎拉里边 偷偷地放了几枚铜板 看徒弟 能不能在扫地的时候 发现 大凡那些 兴佛气躁 或耍滑的居士 都只会 表面上扫一扫 不会认认真真地 去扫那些 鸡脚嘎拉处的 因此 也不会 捡到铜板 交给师父 他的师父 就是这样 看出了 徒弟的破绽 如果 他们捡到了铜板 不交给师父 那破绽就更大了 贪恋的人 是不会认真去做别人 给他的事情的 师父看出的破绽 就是居士的品德和修养的弊病 所以 我们衣服上的破绽 需要缝补 而我们人 在品质上的破绽 需要通过学佛 修心来克服 只有时刻首见 严格要求自己 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品质 日趋完善 才能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间菩萨 台长在前几个星期 看出一个听众身上 灵性是他上辈子的冤结 一直在他身上 白天也在 让他自说自话 犯手淫 犯邪淫 以前只要他和老婆 一有轻易的动作 灵性就压他 因为鬼也会吃醋的 而且灵性还弄他老婆 让他妇科不好 还弄他的儿子 抓儿子的脖子 所以儿子皮肤不好 脖子经常会不自觉的颤抖 我想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 现在一个1990年输码的男子 我自己 把那个压身的药精者 一直在你身上 不是晚上来压身 白天也在你身上 对对对 有的时候 我就从我在太阳底下坐着 他也能压我 对啊 麻烦 在你身上很多时间 有时候专门让你自说自话 对对对 他经常弄你那种下体 对对我知道 上辈子的业障 你听得懂了吧 他说 我不弄他 他自己也弄 说明你犯手银犯斜银 听得懂吗 是是是像师父 看我像观众 让他开会 你看鬼也没说错话 所以我跟你们讲了 你们真的自己要好好改啊 嗯 好好改 嗯 他把你有一个腿啊 经常一个腿啊 不舒服啊 酸痛了 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我 现在出道了吗 好好努力啊 就是我们已经夫妻双修的都是弟子 就是双清修的都是 而且告诉你 你虽然清修 你在没清修之前 你跟你太太两个人轻力的动作 他在边上全部看着 嗯 能懂能懂 好了 就是我们没洗清修之前 就我我太太对我一好就马上就压我 师父讲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的 你敢碰你太太一刺 他就压死你 你听得懂吗 他吃素啊 鬼吃素啊 你听得懂啊 你老婆的妇科不好 也是他弄的 对对对 是的 是的是的 他在我边上 他说他妇科是不好 呵呵呵 其实这是一个 2016年属猴的南海是我儿子 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有啊 晚上也到他身上去 高高你儿子的话 那你儿子皮肤非常不好 皮肤啊 对对 他那个棉就起 那么咯咯咯的 很多的粉刺似的那种 他是他搞他的 他经常抓他呀 弄他呀 抓他的脖子 所以抓他脖子 所以你儿子不自觉的 经常脖子会自己抖动的 对对对 他那个脖子就是 老子有点头点头的 现在知道了不 他抓他脖子呀 哎呦 我都看到了 而且他用非常细长的手抓的 所以你儿子老觉得脖子不舒服 一会儿抖动一下 对对对 一会儿抖动一下 好好修行吧 好 咱们关心 我的咱们事物 谢谢 人生都说有四大幸福的事情 上学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遇到一位好老师 工作的时候 能够遇到一位好老板 成家的时候 能够遇到一位好伴侣 烦恼的时候 能够遇到一位好师父 心好命好前途好 人的慈悲会让你处处遇见好人 人的善良会让你处处拥有机会 美好的心愿会成为一种动力 塑造你的形象 决定你的人生 记住一句话 好人一生平安 有一位乐传禅师 是一位善与绘画的高手 可是他每次作画前 这位师父必须坚持购买者 先付款 否则他绝不动笔 这种作风 常常遭到世人的批评 有一天 一位女士请乐传禅师 帮他做一幅画 乐传禅师问 你能付我多少酬劳 你要多少 我就付你多少 那女子回答说 但是我要叫你到我家去 当众作画 乐传禅师答应了 原来那女子家中正在宴请宾客 乐传禅师以上好的毛笔为他作画 画成之后 拿了酬劳就要离开 这时候突然 这位女士对作宴上所有的客人说道 大家听了 这位画家只知道要钱 他的画虽然画得很好 但是他心地肮脏 金钱污染了他的善和美 出于这种污垢心灵的作品 是不宜挂在客厅的 他只能装饰我的一条裙子 说着进屋 拿出自己穿的一条裙子 要乐传禅师在裙子的后面做画 乐传禅师问道 你出多少钱 女士答道 随便你要多少 乐传禅师说 文饮二百两 这显然在当时是一个特别昂贵的价格 但是那位女士爽快地答应了 乐传禅师 按照要求 在裙子上画了一幅画 就走开了 很多人怀疑 为什么只要有钱就好 你受到任何侮辱都无所谓呢 乐传禅师 你到底心中有什么想法呢 原来 乐传禅师 居住的地方 经常发生灾荒 妇人不肯出钱救助穷人 因此 他自己筹资 建了一座仓库 储存稻穀 以供正寄之需 又因为他的师父生前 非常慈悲 曾哭着许下大愿 愿帮助当地的民众 消除灾荒 他要建座一座寺庙 但不幸 其志未成 师父就作画了 乐传禅师 立志要完成师父的遗愿 当乐传禅师完成的意愿之后 他抛弃画笔 退隐山林 从此不复再化 我们学佛人在人间 你为了学佛 有时候在别人不理解你中 你会受到一些语言的侮辱 佛法的忍辱精进 就是让我们知道 只要坚持自己的行为 是正直的 是为众生的 你就不必去计较 别人对你暂时的不理解 要把完成自己的正信正愿 放在首位呀 想改变人生的境界 先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不要去为那些 还没有努力的未来去担忧 我们只为当下存在的现在 而要去努力呀 实际上每个人在学佛当中 努力和理想之间 永远那是艰苦失败和成功之间 但在你心中永恒不变的 那就是你的忍耐与精进之心 我这几天经常跟大家讲 很多人说 为什么他们不尊敬我 为什么谁不尊敬我 谁不尊敬我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去抱怨埋怨别人 不尊敬你 你要想让别人尊敬 不如先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高尚 所以你抱怨自己的命差 不如让自己先善良 对人要广结善缘 你就会拥有贵人缘 你的命运就会改变 在2007年的一个寒冷的上午 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地铁站里 一个男子用一把小提琴 演奏了六首巴赫的作品 共演奏了45分钟左右 他的前面地板上放的一顶帽子 居然显然这个人就是一位 街头的卖艺人 没有人知道 这位在地铁里卖艺的小提琴手 叫约夏贝尔 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他演奏的是一首世界上最复杂的作品 用的是一把价值350万美元的小提琴 在约夏贝尔演奏的40分钟当中 大约有2000人从这个地铁站 他的面前走过 大约三分钟之后 一位显然有音乐修养的中年男子 他知道演奏者是一位音乐家 他放慢了脚步 停了几秒钟 听了一下 然后急匆匆的赶路 大约四分钟之后 他收到了他的第一块美元 一位女士把这块钱丢到了帽子里 没有停留 继续往前走 六分钟的时候 一位小伙子靠在边上听他的演奏 然后看看手表又往前走 十分钟的时候 一位三岁的小男孩停了下来 但他的妈妈使劲地拉扯着他 匆匆地离去 大概到了四十分钟时 只有六个人停下来 停了一会儿 还有二十个人给了几块钱 就离开了 到此为止 贝尔总共收到了三十二块美元 要知道在两天前 这个贝尔在波斯顿的一家剧院演出 所有的门票全部售完 而要坐在剧院里听他演奏的 同样的那些曲子 每一个人平均要花两百美元 其实贝尔在地铁里的演奏 是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个叫 关于感知品味和人的优先选择 社会实验的一部分 实验结束之后 华盛顿邮报在报纸上提了几个问题 在一个普通的环境下 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内 我们能够感知到什么叫美吗 如果能感知到的话 我们会不会停下来欣赏 我们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 承认谁是天才吗 最后实验者得出的结论是 当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 用世上最美好的乐器 来演奏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时候 我们连停留一会儿 倾听都做不到 在我们匆匆而过的人生当中 反之我们又错过了多少其他珍贵的事情 包括我们心灵的深处 在人间我们总是在不断的忙碌中 只是为了活着一日三餐 以至于我们没有感受和留意珍惜 我们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为我们的付出 那么是多么的珍贵 我们甚至忘记了 我们青年和少年时代 那些纯洁的感情啊 我们人像个陀螺一样 每天在金钱地位色欲当中 轮回不休 我们拥有了一些 明明知道他会失去不能长久的利益 而得到的却是每天在伤害我们的烦恼 恐惧和忧郁啊 我们忘记了为什么在人间活着 我们总是活在自己设计的一个未来当中 忘记了生活当中 除了竞争和财富 人还应该有良心 慈悲 理解 慧命 如果我们把拥有和财富当成了生命的全部 那么我们就错过了人生真正的异地 希望我们大家好好学佛 天天的拜佛 心中拥有慈悲 你会在人间拥有得到无限的爱啊 有一位45岁的男童修 因为邪淫去年8月查出了感染了艾滋病 医生说终生都要服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 同年8月份 童修开始修心灵法门 三个月后设立了佛台 现在已经许愿吃全素 并经常念小房子 稍许愿放生 放了3000多条鱼 今年2月再次检查 医生突然宣布免疫力再恢复 病毒的检测也出不来了 请大家听一听 就是两星期前的录音 谢谢大家 喂师傅你好 先分享一个同修的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位男同修是45岁的 因为邪淫去年8月份查出了感染艾滋病 9月开始服用艾滋病抗病毒的药物 然后医生告知每天都要服用 而且是终生都要吃这个药的 然后同年8月份就开始修心心灵法门 然后三个月后设立了佛台 现在已经许愿吃全素 21张一拨的小房子在烧送 然后每天坚持念一到两张 然后2018年许愿放生3000条的鱼 一直在放 然后2018年2月开始再次检查 艾滋病的这个病 然后免疫力正在恢复 后来那个病毒检测也检测不出来了 非常好啊 我告诉你身上什么样的病菌病毒 它都会消掉的 能够长出来就能消掉 菩萨保佑了 但是他千万不能再协营啊 他再协营死了更快 哦 好的 好的 坚决不能动的 一动他这条命就没了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感恩关心菩萨 谢谢 学佛人要理解人间的八个不字 一定会看破放下 不公高我慢 这个世界天外有天 这个淡泊明智 宁静致远 当别人把你当圣人的时候 你自己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圣人 当别人不把你当成圣人的时候 你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当成圣人 地位是有时间的 记住 地位是有时间的 钱财是身外的 身体是自己的 智慧那是长久的 名誉和学历代表你曾经拥有过 而智力代表你正在拥有当中啊 第二 不要随便地去承诺 言而有信 种下你的行为 就会收获到习惯 种下习惯 就会收获到你的性格 种下你的性格 就会收获到命运 一个人的习惯 就造就了一个人的命运 第三 不轻易求人 把自己当成别人 你会减少痛苦 理解包容 把别人当成自己 你会同情不幸 柔性人生 把别人当成别人 你会尊重别人 不伤害他人 把自己当成自己 你会珍惜自己 珍惜生活 能够认识别人 那是一种智慧 能够认识别人 被别人认识 那是一种幸福 能够认识自己的人 那是一者 胜者贤人 第四 不要难为自己 人本是人 不要刻意地去做人 世界本是世界 不必精心地去处事 因为这样 你会很累的 人一生有三种境界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当人知初的时候 就是真实的显化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那是人到中年 觉得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虚假缥缈的 当你回归自然 反本归原的时候 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呀 第五 不要随便说话 言多必失 沉默是惊 记住了 倾听别人讲话 那是一种智慧 那是一种修养 一种尊重 一种心灵的沟通 平静 那是一种心态 一种成熟 第六 不要不尊重别人 波洒慈爱 收获幸福 尊重 那是一种心情 尊重 那会使你拥有力量 当你自己学会 尊重别人的同时 你会得到别人 对你的尊重 再修行 再努力之后 你就会超越自我 第七 不辜负今生为人 尊重人 那是一种崇高 理解人 那是一种豁达 原谅别人 那是一种美德 帮助别人 那是一种快乐 月圆是湿 月缺是花 昂首是春 覆首是秋 第八 不要欺负弱者 同情弱者 是人的一种品德 一种境界 一种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才能拥有智慧 记住台长告诉你们 人有一分气量 就多一分气质 人多一分气质 就多一分人缘 人多一分人缘 便多一分功德 集善成德 善德成性 善性成圣 慈悲成佛呀 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尊重父母 爸爸妈妈 年老多病 好不容易 到了晚年 想过一个 清静的日子 又要帮儿子 看孙子 有位婆婆 年近七十 在大城市里 工作非常舒适的 媳妇和儿子 要婆婆到城里 去帮她的儿子 儿媳 看孩子 这个婆婆 舍不得家中多病的老伴 又不好回绝 她的儿媳妇 最后只能坐火车 到城里去了 有一天 她的儿媳妇下班回家 看到奶奶抱着孙子 在看图说话 奶奶指着老鼠说 这是耗子 指着蝴蝶说 这是飞虫 指着蛇说 这叫长虫 指着狗熊说 这叫黑虾子 指着喜鹊说 这是老鸭子 指着麻雀说 这叫麻骨 老家贼 芝芝 她媳妇听完之后 第二天 就给婆婆买了一张 返程的火车票 送她回老家 坐上车的老太太 自言自语地说 哼 小兔崽子们 不跟你们来点套路 我想回家 怎么走得成啊 心态好 人缘就好 因为我们懂得宽容 心态好 做事就顺利 因为我们不斤斤计较 心态好 生活愉快 因为我们懂得了 放下 学博人 别让脾气 和你的本事一样大 越有本事的人 越没有脾气啊 心态好的人 处处圆融 处处圆满 好的心态 能激发你 善良的潜能 是你最大的财富 生命不是用来寻找答案 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人有希望 才不会失望 所以中华传统有句谚语说 能解决的事 你不必去担心 不能解决的事 你担心了 也没用啊 学博人 一切随缘 尽力而为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至老之 把握当下 才是最最重要的 有两个笑话 希望大家能喜欢 现在 一个小家庭 大家都不愿意 洗碗啊 洗衣服啊 做这种家务啊 很累 这个小笑话 说的是老婆 看到老公 就跟她讲了 老公啊 要过年了 碗呢 通通给你洗 我们会发财的 老公说 为什么 碗给我洗 就发财了 哎呀 叫恭喜发财啊 那么老公就说了 哦 那这样 每天我回来的时候 太太 你应该在 这个夫人 你应该在门口 跪着等我 那为什么呢 那叫 富贵迎门啊 这个婆婆 在边上一听 吵什么吵啊 两个人 跟我一起去洗 那么老公跟老婆说 那妈 那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 那叫双洗临门啊 所以 人有时候很好玩 只要用心啊 其实在生活当中 会发现很多 欢快的事情 台长再讲一个笑话 你们要好好仔细听的 要品味的啊 要动点脑筋的啊 有一个 有一个男的 叫老李 他从农村呢 来到城里 娶了一个老婆 娶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婆 一天呢 两人走到 银行的一台提款机 老李和他老婆呢 两个人来取款 只听他老婆对他说 哎 老头 六位密码 啊 讲好的 我按三位 你按三位 我现在开始输密码了 啊 你站开一点 老李老婆很厉害 叫他站开一点 那个老婆啊 就 咪咪咪 闪下 老李的老婆 按完之后 就冲他说 啊 老头子轮到你了 按三位啊 这个老李 跑上去偷偷的 先按了三次 退格键 滴滴滴 然后输入了六位密码 滴滴滴滴滴滴滴 等于密码 全部被老李控制了 绝佳高手啊 磨高一丈 老李把取出来的钱 交给老婆 只见他老婆抓过钱 就往老李的脸上一扔 你搞什么名堂啊 你敢背着我刷手脚啊 安剑 响了九下 每个人只有六下 你九位数啊 啊 老娘怀疑你好久了 老李一下子吓傻了 这个女的继续发表 老娘上次输了520 就是我爱你 这次输了748 748 都是我乱按的 你都能把钱取出来 牛啊你啊 赶快说 密码是什么 老李战战兢兢的 讲了六个数字 438 438 就是438 438了 过了几天 那个老李啊 这个听老李说了 他老婆从银行取钱回家 买了一只狗 在家没事干 就拿着人民币 让这个狗再闻 老李感觉到很奇怪 老婆啊 你这是干什么 让狗去闻 你让狗准备到马路上去捡钱呢 他老婆神秘的一笑 以后你就知道了 没几天 老李就告诉别人说 他藏在鞋盒里 床底下的四方钱 全部不捡了 老李哭诉的告诉别人说 不要说了 说多了都是累啊 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所以我们人的心灵 实际上非常的脆弱 就是需要修补和觉悟 所以心灵法门就是让大家要懂得怎么样 能够用自己的心来营造一个温馨的港湾 在这个世界上人需要和平和谐 所以心灵法门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将自己烦恼的心转换为一个非常精进的努力的心 慈悲别人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心态 我们虽然不能改变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们虽然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解脱我们现在的苦难 一个朝着自己正性目标前进的人 整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现实 让我们好好的用慈悲的精神来爱护众生 来对自己的家人好 对朋友好 对每个人都好 好好的学博念经 用慈悲心来感化别人 让我们每一天沐浴在佛菩萨的阳光之下 用慈悲来洗涤自己的贪嗔痴 我们一定会一门精进 好好学佛修心 一定会跟着观世音菩萨 一世修成 照灯极乐 谢谢大家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君红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大家